对于赖清德副总统4月12号获民进党正式提名代表参选2024总统大选 日前已在基隆多处地方悬挂大线合照看板立挺的立法人蔡世英强调 赖清德在行政院长任内支持基隆多项重大建设 狠获地方民众好评 他也会全力以赴 希望赖副总统能顺利接棒 带领台湾继续向前行 我们作为基隆的一个分子 大家都了解到 基隆贵极其对战事件里面 改变了非常多的几个重要的案子 包括军港迁移案 包括高地空水案 这些都是赖副总统在行政院长任内 努力的推动 让基隆的城市改造 一步一步的获得落实 那赖副总统他是北海岸的人 世英其实在基层也听到许多人 部分党派都支持赖副总统 参选我们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世英在基隆的很多地方 已经挂起了我们努力 信赖台湾一起努力 那我就是期待赖副总统 2024能够顺利的接棒 为带领台湾继续往前走 律法员郭国文和许志杰也强调 会当赖清德的分身 协助赖清德赢得2024总统大选 并达到国会过半的目标 事实上在赖副总统成为提名人之前 其实他相关的行程当中 就有显现出来选举的味道 不论到各个重大的公庙 或地方的组织 那以及同乡会等等 可以说赖副总统已经在备战的状态 我们期待赖副总统能够带领全党 赢得明年2024总统的大选的胜利 也能够让国会得以过半 我们高雄的名利代表 都会当赖清德副总统的分身 尤其高雄人对赖清德的印象都很好 我的第一波过年的看板 也获得很好的回响 配合党中央的提名 要换上第二波的看板 我们会全力充斥 让赖清德总统可以顺利当选 相信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获得正式提名后 赖清德也发表参选谈话 将率领民进党完成总统高票当选 国会单独过半的总目标 并实践民主团结 民主治理及民主和平的三大民主行动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全世界盛选,听台湾 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